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今天我们继续讲《十量论承良品》当中 《承良品》里面现在讲前生后世 前生后世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内容以前我们在很多论典里面也讲过 有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看看《阿难如太经》 还有《宝积经》包括其他的大乘经典 应该作为佛教徒对前生后世不但没有怀疑 而且应该有一种身心不易这一点相当重要 因为现在有些佛教徒虽然表面上 也许可能出家了也许是受居士劫 但是内心当中对业因果和前世后世 轮回过患等非常重要的 基础的这些法门一无所知 这是非常遗憾的 所以作为佛教徒应该是根据自己的智慧或者能力 应该在不同的上师面前 先应该接受佛教的一些最重要的知识 否则我们经常也给大家提过 我们现在整个佛教徒的综合素质的确也不是那么高 一定要有一个证件 如果连一个世间证件都没有 那么你身上披的袈裟也好 或者是办多少个皈依诊 居士诊等等 也无济于是 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我们的见解非常重要 要有一个非常稳固的见解 要长期的一种闻思修行 这种闻思修行最好是在佛教的道场当中 有了闻思修行 所以各位以后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当中 首先我们要树立佛创 一定要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修学道场 这一点特别重要 当然所谓的好并不是非要他的质量上 金碧辉煌或者是钢金水利制成的 或者是要花多少个亿 几千万 不一定 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无论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他们都是一生的修行圆满 并没有特别精致的一些佛堂 或者一些宿舍当中 应该大多数都是在山洞里 或者一些金色 茅棚 或者一些特别简陋的寺院里面 一切的地道圆满 断正功德都已经得以实现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 修行人最大的一种违缘 一个是自相续当中的贪婪 嗔恨心 以及欲望等各种不良的心态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还有一个 修行人最大的一种违缘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浪潮 也就是说外在社会物质生活 越来越富裕的时候 自然而然我们被 卷入在这样的一种 可以说是没头没位的 应该已经落到了 这样境前的海浪当中 特别可怕的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一些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好多人在心里面有道性的 很难找 很难找 其实真正的一个修行人 应该要发愿 众生修习 众生闻思 利益众生的 应该是这样的 并不是我读多少年 或者说我学多少年就完成了 学无知境 应该说是活到了 学到了 活到了 修到了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或者勇气的话 我想我们的修学圆满的 但是现在有些年轻人 刚开始的发心 还算是可以的 你皈依佛门 出家修道等等 但是后来因为人的分别念 非常的错综 复杂 外境固惑人心 极其善巧 引诱我们的人心 以这样的种种因缘 俱后的时候 本来很想自己 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可是后来并没有如愿一场 不但没有如愿一场 反而有些对佛教 也是带来确实危害 所以我们再想 现在很多佛学院 也是开的佛教课 有时候知识一些文化课比较多 里面真正非常深的 佛教经养不太多 甚至有些基本上 没有密宗根深的一些法 所以以后汉传佛教的一些佛学院 建议要开设一些 像因明 俱舍论 中观 至少这几部论典应该开 再加上如果是一个出家的佛学院 那么四分律 或者其他别解脱方面的戒律 这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还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密法的 有些法要 现在汉传佛教里面 很多地方密法一无所知 其实佛学院不懂密法而已 实际上在外面的居士团地 和出家人的群体当中 学密法 懂的人特别多 那这样的话 佛学院出来的人 虽然有毕业证 包括一些本科毕业 或者一些语科毕业的 证书是有了 但是你遇到了一些佛教徒的提问 或者这种情况下 可能不圆满回答 就不圆满回答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 世界上也是 口号叫地球村 在这个时候佛教 不管是显密也好 或者是汉川 南川 北川也好 所有的这些村村 应该可以圆融一体的 没有显微之处 在这个时候 从刚开始的 我们入门的隐秘开始 到最后密宗金刚城之间的 一切释迦牟尼佛的甚深法要 大家去有学习的机会 我想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现在有些是 分的显宗和密宗 我们大家都知道 来过藏地寺院求学的 学习藏传佛教的人 藏地并没有一个单独的密宗寺院 除了格罗派的极个别寺院里面 有一个班级叫做密藏院 上密藏院 下密藏院 除了这个以外 基本上所有的藏传佛教 全部都是显密圆融的 显密圆融的 那这样的话 汉川佛教 其实应该可以补充密宗的这些法要 我相信以后 应该时代越来越开放 很多法师也可能不会 以前七八十年代 或者圣格世纪的那种状态当中 一直自己认为是一种传统 但是这种传统 我们用智慧来观察 刚开始我们藏地 佛法是不圆满的 但后来到了 国王持宗得争的时候 该翻译的翻译 该得到的就得到 后来显密就成了圆融的 所谓汉川佛教 我并不是说是不圆融 但是在某些地方 我们在不同场合当中 应该要提出来 这样的话 以后在这里也有很多法师 不管是尼宗佛学院也好 南宗佛学院也好 还有一些俱舍团体 在这些当中 应该是 显密都需要修行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 主要讲的因明 刚才我讲到了前生后世 前生后世这个问题 前面在不同的论典当中 也给大家提及一些 只是我在这里 法乘论师的颂词 做简单字面的解释 同时我们自己 应该发挥一些内容 从自己的智力来观察 或者解说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想的 前面最主要讲 相当于现在 维无论的观点是不常理的 为什么不常理呢 依靠物质 依靠身体而产生行事 绝对不可能的 前面身体分为整个 幼稚的身体和脂肤的身体 从两方面来观察 幼稚的身体 所谓的整体的身体 整体它这里也是 比如说中法当中 它有类中法和具中法 然后别法当中也有类别法 还有具别法等等 那么类的话就是同类 同类的话 就像我们以前所讲的中法和具 这里几具 就像前面可能上一节课当中 大家有记着 在这里都讲了 像一个瓶子 由八种围成组成的 但是八种围成组成的食物 总共给它称为瓶子 其实瓶子他们的一个组成 组成的整个组成元素 都有不同的维成组成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有一个叫做佛学院 佛学院有四种弟子的人组成的 也有男的 也有女的 也有出家 也有在家 那这样每一个人 身份的侧面来讲 不同类别的 但是从总体上讲 这些都是聚聚在一起 其实这样的概念 我们在医民当中 经常也要值得学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 实际上它是一个聚重 聚聚的一种总体 聚聚的总体的话 身体也有地大 火大 风大 四大组成 那四大组成的话 我们如果承认 这个行事从身体当中出来的话 那整体整个四大聚合以后才产生的呢 还是四大当中的 火大里面产生行事 或者风大里面产生行事 这样一一一观察的时候 确实在身体当中 无法产生一个行事 还有我们同一个世间和非同时 两种方式来观察 在身体当中产生行事 绝对不可能的 常有的身体当中 或者无常的身体当中去观察 也不常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自己应该有智慧 有能力 对一些学者 如果在我们面前站起来说 我们应该承认 从身体当中产生行事的话 那么我们以这种推理来 可以借用 如果直接在法尘论是 音名里面所讲的 直接应用 如果他所提出来的问题 没有在音名里面很明显的说法 那么我们以此类推 以其他的一种理论 就是用来 然后进行破锤对方的观点 这样的话 我经常想 如今社会当中 尤其是比较年轻的这些佛教徒 一定要学习 隐名 居士 中观 这几个法门必须要学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相续当中的 分别念 全部都是不符合真正的真理 我们从小的 观的教育也好 或者自己所想所思 或者所闻所见 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 被另一种思想下熏陶的 甚至我们如果再详细一点观察 整个我们的感官所抉择的 不是一个真相 我们眼睛看到的虽然是存在 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我们耳朵听到的声音 虽然是当时存在 但实际上如果真的去观察的时候 不要说声音当中 名言当中也是不存在的 诸如此类的很多道理 在我们佛教当中 的确也是得到结论的 因此佛教应该是 非常圆满的 很多道友特别希望 要学习佛教更深的一些法门 我们法师带的课 或者班级里面上的课 当然是我们的一个部分的知识 佛教里面不可能 我们所有的全部给大家推荐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有知觉的话 你还要参考其他一些 非常深的教言 因明 中观 戒律等等 其他的这些法门 你去继续学习 尤其是你如果真的要想进入 诸佛菩萨的一些内在智慧海洋 那么你就可以学 包括般若法门 般若也许可能想 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 所以我就中间为了安慰他们 般若般也是 显广传论非常好 刚才想起来了 《五部大论》里面戒律也提了 居士也提了 中观也提了 音明也提了 然后薄若般 有些薄若般的法师 特别不高兴的 也许是我的想法而已 可能没有这样的 前面我们就讲到了 前面已经讲了 全具的名称和全类的名称 就已经讲了 其实梅彭仁波切在这个上面 有比较深入的一些分析 希望方便的时候看看主持 那么今天讲 我们前面讲了 有两种名称 有一种名称 圈具 圈有具的名称 还有圈具之的名称 这个相当于是中法和别法一样的 圈具的话叫品子 我们圈表品子的整个种名称 叫做有具之名称 然后如果我们说 品子当中的色法 或者它的身影 或者它的地大 风大等 有不同的八种围乘组成的 那这个叫做具之 圈具之的名称 所以我们其中品子的颜色 品子的无常 品子的任何一个法门 那么这叫做它的一种质分 那在这里说 因为任何一个法 它也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还有它分支的概念 那么整体和分支的概念 其实在我们心识当中 在潜意识面前 它是由一种共享的方式来接受 就是由一种共享的方式来接受 这样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用品子之色 品子之颜色 或者品子之所处 或者品子之身影等等 这样讲的时候 这种身影其实真正能表达的什么呢 表达的其中的 个别的能力 这种能力 遣除了不是它的一些作用 也就是说 我说品子的色法 品子 大家都知道 它是八种卫生 组成的一个具法 品子的色 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 八种卫生当中的七种质义 也就是它的一个具质 它的部分 那么我们用语言来表达 品子之色法的时候 品子当中的唯一 它挑出来的什么呢 就是它的色法 它的色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眼睛能看见的 能产生掩饰的 并不是色法来产生耳饰 产生鼻饰 产生生生世 不是这样的 其他都已经遣除了 它只是能产生掩饰的 能产生掩饰的 这样的话还有 我们说品子之色法 品子之能力的话 自然而然这个品子 实际上是里面可以装东西的 人们都是经常想这样 所以我们要通达名词的时候 其实从品子说的时候 品子以外的柱子 还有车子 一支电筒等等 这些东西全部已经抛开了 这叫做一种前语式 然后品子之色法的时候 与品子的群体当中的其他的声音 他品子的火大 风大 这些全部排除了 其中八种围城当中 只是把他的色法已经调出来了 那这样的时候 在千语式面前 品子的知识讲的是色法 不是什么其他的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 会有一种不同的能力 这种不同的能力 任何一个名词都可以说 我们比如说房子 实际上是房子里面有很多的 比如说柱子 无量 地板 钢金水利等等 很多的资料 很多资源组成的 就这样的 整个房子是综合的 各种物体 集聚的一种种体 如果我们说是房子的量 那个时候把柱子 地板 天板 所有的这些都已经抛开了 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见解来说 我们的心是 到底是具法当中产生的呢 还是具法的个别法当中产生的呢 我们打开了一种智慧 我们进一步 很尖锐地去寻找 心的来龙去面 心到底是从身体的 某一个法当中产生的呢 还是身体的整个整体 身体的整体的话 我们至少也是八种围城 八种围城组成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 我的心到底是身体的 所有的整体啊 那整体当中出来 那么这个整体有两种说法 大家都知道 一个是我们的手 脚 头 这个全部具足的话 这是一个整体 还有身体它自己的组成部分 滴打 风打 火打 为什么在我们因明当中 讲具和类的差别 中法和别法的差别 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进一步地 能分析万事万物的 所有的这些组成和元素 最后也会知道 原来世界组成的这些物质 就是这么而已 就会明白的 就懂得这样的道理 因明就要学习这些道理 然后下面就是说 第三个问题是 依靠它 教其他的道理也会通达的 就是说是 此所欲而 此所欲也而 我们前面说 一个是劝具法 还有劝具智的 这样的意义也好 或者说我们前面说 瓶子叫做优法 瓶子的颜色 瓶子的声音 叫做什么 前面的瓶子叫做众的法 瓶子的颜色 瓶子的形状等等 叫优法 不管是法和有法也好 还是具和具智也好 这个意义 实际上并不是塌体的 应该是在一个物质上 可以安理 可以成立 只不过它的繁体是不同的 在我们的前语分别念面前 应该是可以 瓶子和瓶子的颜色也可以分开 瓶子的无常和瓶子的瓶口 瓶底 这些都可以分开的 这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依靠这种推理的话 其他世间当中还有诸如此类的 很多法和有法之间 还有劝和具智之间的很多差别 也可以分出来 比如说瓶子无常 整个瓶子无常的 这是一种权表什么呢 权表法的名词 如果我们说瓶子之无常 瓶子之无常的话 那么瓶子的其他地方 他没有说 只是把无常部分调出来了 那么这个叫做 瓶表优法的名称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瓶香 瓶香的话 它是一种瓶具的名称 因为瓶香其实 八种围成组成的这么一块东西 如果我们说瓶香的方向 瓶香的颜色 瓶香的香味 瓶香的粘柱等等 瓶香的粘柱可能不行 瓶香它自己的一种特点吧 它的无常 它的形状 这样的时候 瓶香它自己拥有的部分的特点 就说出来了 这叫做具智 所以我们在学习一面 其实《诗量论》的后面部分 我们可能只讲成量品 在后面部分 具和类的差别 讲得比较细致 表面上看到好像这样学了以后 到底是有什么用啊 有时候会产生这样的 但实际上我们真的 把这些道理懂的时候 包括对人说话的时候 也有很多 有些人经常讲 学得一面很好的话 一方面对别人说开玩笑 挑毛病特别好 还有有些人说 学一面学得很好的话 给别人吵架的时候 也是特别惯用 所以尤其是女生当中 有些嘴巴比较不错的 口才比较不错的话 学一面学得特别好的话 那有些居士以后跟自己的家里人 稍微有些冲突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辩论 让对方应该比较 怎么说啊 表达 想不出来 你们懂得意思就可以 这叫做一种大圆满的制止法 所以这些道理也是同样 业余相同 下面是第二个大科判 迫分支而产生 心是在身体的分支当中 比如说头 手 脚 在任何一个分支当中产生 不合理的 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非有一切分支 应该是非有一切分支 应该这个不是非吧 应该是分吧 是不是分啊 应该是分 然后非有一亿分支 所有的分支当中 这个非字改为分吧 非有一切分支产生的 这个科判里面所讲的颂词是这样的 一切若是因利益之业非 如果对方认为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整个身体当中 没有办法产生心事 这样的话分支 包括手 脚或者身体的 某一个部分当中 可以产生心上 如果对方这样问的话 那么我们就问对方 有两种情况 有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所有的这些分支 全部圆满以后产生心事 还是所有身体的分支当中的 一种具足才可以产生心事 比如说分支 手 脚 包括我们手 那么有五个之母 五指等等 所有的这些分支 全部圆满以后产生心事 还是其中的部分具足的话 才产生心事 如果对方说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一切的分支 具足的因当中 才可以产生心事的话 那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那这样的话 如果离开了身体的一种分支 比如说有些人没有鼻子 有些人没有耳朵 有些人没有手指 有些把染指功夫了 手指也没有了 或者有些没有脚 身体的部分没有具足的 那心事不可能产生 因为它的因不齐全 如果因不齐全 果不会产生 这是一般的因果规律 但是现任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也经常发现到 甚至残缺的这些人 包括有一些肢体残缺的这些人 还是很聪明的 心事应该是圆满的 有些手没有 有些脚没有 有些整个耳朵没有的 这些人还是照样发现 他们有心事的 所以所有身体的脂缺 全部圆满以后产生 行事的这种说法 绝对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的先量而成 我们先量看见的很多人 包括有时候一些街上 这样的话好多乞丐都是 有些手没有 有些脚没有 全部都在那个周围 实际上他们都有行事 这是也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是非意义之分产生 这个是有真实和破前果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真实 总各具能力同时生多体 如果对方说 个别的 不是全部的具足 个别的 有能力的 产生意识的 那这样都可以产生 都可以产生心事 如果对方这样认为 那这个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我们一个人 他的肢体 比如说一个人有肢体 至少也是我们从大体上讲 手 脚 头 我们经常说的是五指 五个肢体 然后五个肢体当中 双手也是有十指 然后双脚也有十指 而且每一个肢头 也有无数的围成组成的 那么这些都算是 身体的一个部分 身体的一个肢体 身体的这些每一个肢体当中 如果要产生心事 那么一个人有无数的心 因为因有那么多的话 果也决定会有这么多 就像我们各种不同的种子 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妙牙一样 手的手指又产生一个心事 脚的脚趾也产生一个心事 鼻子也产生一个心事 耳朵也产生 然后耳朵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还有牙齿 每一个牙齿产生一个心事 牙齿也分好几个围成 那么每一个卫生当中也产生 那这样的话 这个人变成一套心事 那特别多的 那这是合理吗 不可能的 一个众生只有一个心的相续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说 众生唯有一个相续 这样现人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其实这些观察方法 我们真的在世上当中使用的时候 以前可能觉得人的脑海当中 人的头脑产生心事 有些人说 人的心脏产生心脏 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这种因果规律绝对是不合理的 应该唯一的合理就是 心事产生心事是非常合理的 除了这个以外非心事 也就是物质产生心事 理论上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然后下面 破对方的回答和过患 这个是分略说和广说 其中略说相同多提骨 呼吸非决定 对方是这样说的 并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心事 同一个世间当中产生的 如果真的这样 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过失 但是我们认为 主要是人的心事 从身体当中产生的 身体也有它的因缘 同时还有我们呼吸 呼吸当中产生心事 这因为人最后呼吸断了以后 人都死了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些 包括有些心理学家 他们也认为我们的人 心事和呼吸同时产生的 有些心理学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他们觉得呼吸和心事 有了呼吸的时候产生心事 但这个是对心理 不动的一种表现而已 实际上也不合理的 如果你认为是所谓的气息 或者呼吸产生心事 那这种道理 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我们刚才对身体 肢体的观察 一模一样可以观察的 怎么可以观察呢 比如说我们呼吸 其实呼吸并不是一种 下面也会破的 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东西来产生的 不是这样的 应该所谓的呼吸 呼吸的话 在我们人的器官里面的任何一个呼吸 都有应该方向 或者是时间的差别 或者是他呼吸的粗细等等 有很多种类 那种类的话 实际上你总体上说是一个呼吸 但实际上呼吸里面 它可以分很多的部分 比如说你任何一个 比较粗大的器官里面的呼吸 和细微的器官里面的等等 这样的时候 同样的 它也是有很多很多的 跟前面的我们的肢体一样 有很多的土地的缘故 因此你们所承认 呼吸当中所产生的心事 这种道理也不决定的 也是产生怀疑的 它是一种不定因 并不是说呼吸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我们在佛经当中也是讲了 人的心事依靠器 包括在密法当中也是经常把肺里面的呼吸 比喻成一匹马 人的心事比喻成客人 客人就是骑着马一样的 人的心事依靠风 依靠器系就可以运作 所以我们为什么 修婆娃法的时候 它是依靠一种器团 然后慢慢延伸上去的话 其实我们人跟他的呼吸 气息有时有一些关系 人的心事跟气息有时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说 这个气息当中产生心事 那这是绝对不符合的 所以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下面广说分两个方面 一个无分以内吸气非因 还有有分它内也非是因 也就是说呼吸是无可分割的一个 整体来产生心事 还是可以分割的一些气息来产生心事 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无分以内 不可分割的一个 平常我们人们都讲的是 呼吸是一种没办法分的一个东西 这样认为的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如果对方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说气息并不是很多很多的 他认为 我们不是刚才给他说的 那你这个气息跟前面的我们肢体一样 有很多的过失 然后对方回答的是 其实他的气息并不是很多的 只有一个呼吸 其实它是中法和别法没有分开的 我们世间的老百姓也经常这样讲 他认为人就是一个 或者呼吸就是一个东西 柱子就是一个东西 他对中法和别法的概念混淆以后 经常会产生这样的 他认为呼吸是一个无分的整体 这样的无分整体当中 产生心事没有什么过失 因为一个法 如果呼吸是有很多很多的话 刚才跟前面的肢体当中 产生无数的心事一样有过失 但是他认为呼吸只是一个法 一个整体法当中产生 非常合理的 那么我们回答的时候说 其实这种道理依靠实胜利 完全都是可以推翻的 但是按暂时凭借对方的观点 可怜他 用他自己的观点作为依据 依智之矛 供智之盾 你这种推理方式以自己的观点 开始来破坏他自己的观点 也就是说 综艺度过 呼吸 你们承认这是一个一个的整体 但是他所产生的 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气息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一刹那间呼吸的 第二刹那间 第三刹那间 每一个刹那间不是同一个本体的 那么这一点 大家都是非常明确的 明确的 从自己的先念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你说这是一个整体 但是一个整体当中产生很多的呼吸 或者说依靠它 产生很多的心事 这是绝对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因很是存在的缘故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 如果产生一个呼吸 对方承认是一个因 那么一个因 应该不能产生很多的心事 如果你说没有很多的心事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限量成立的 如果你说可以 那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它的因 唯一的一种呼吸 一种气息 那只能产生一种果 它是恒时存在的缘故 所以你这样的说法 是不合理的 反过来说 如果说气息不是很多很多的 气息非多之因 气息不是很多的 气息只是一个的 一个气息能产生一个心事 那这样说的话 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如果一个气息不能产生 或者不是很多很多心事 一个气息不是很多的因 那么这种气息也不能次第产生的 第一刹那间当中产生一个 依靠呼吸而产生的心事 第二刹那间产生的心事 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前前后后全部都是 依靠一种心事产生 昨天的心事 今天的心事也是一个 但实际上这是不合理的 我刚才前面 呼吸过程当中 我可能产生心里面的 一种欢喜心 然后后面依靠我的呼吸 我产生的一种恐惧心 还有贪心 嗔恨心 不同的心态都会产生的 如果按照你的观点 呼吸是一个 它的因是一个 它的因是一个的话 那么产生的果 不应该是有分开的 因为呼吸和身体 它们也是实际上不能前后分的 对方承认是一体的 无别的 如果是因是无别的话 怎么会是它的果 次第产生 或者不同类产生 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平时 可能有些人也会认为 依靠呼吸而产生我们的心事 其实用这种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呼吸 只不过是人们所说而已 它是一刹那一刹那 都是灭的 它根本没有时间 能产生心事的作用 如果真的能产生心事的作用的话 那么最后人死的时候 也是呼吸 又呼吸 那这种呼吸为什么不能产生 它后一世的心事 为什么不能产生 前面的呼吸能产生 后面的呼吸不能产生的理由 也是找不到的 也没有理由 前面的呼吸的的的确确也是 前面的呼吸当中 产生过自己的心事 这样的依据也是找不到 只不过有些心理学家 推辞而已 他们有些认为 人死的时候先断气 然后断气以后慢慢慢慢 可能他的心事 感受 感觉这些都没有了 应该跟呼吸有一定的关系 这一点可能有些人说 是身体当中产生的 有些跟呼吸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我们佛教也刚才所讲的一样 呼吸有没有关系呢 有关系的 当你的心完全离开身体 这个时候 你的呼吸也是停止的 这一点在《中阴解脱法门》当中 讲得非常细致 但因明当中 只是推翻了对方的观点 不是身体当中产生的 也不是气息当中产生的 不是气息当中产生 还有一个他这里推理是这样的 一息躯躯进 顾必胜不定 若一时多知 若一时知多 必称同时行 无为故此地 缘去业不成 无有差别故 还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一息躯躯进 实际上刚才不是对方说 对方说是一个整体的气息当中产生心事 它成为心事的因 那这种说法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显量 也是完全香味的 怎么会是香味呢 我们可以观察 比如说一个呼吸能产生 因为一个因的话 怎么会是能产生 缘去对境的很多的心事 比如说一个呼吸当中产生的话 最后他得到过的心事 他对愿舍法的 愿身影的 愿味道的 就是各种无根实的这些事 也是依靠一个呼吸而产生的话 因是一个 过怎么会是能产生 缘去多种对境的这样的心事 怎么会产生 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一个气息能产生 一行之这种说法 决定也是不合理的 故不胜不定 就不合理的 不决定的 如果真的它是一个 自然因果规律的话 那么是决定的 有因比喻过的 是这样的一种自然规律 但是实际上 这种说法也不合理 如果对方说 这是没有任何的过失 虽然心事是一个的 但是要知道 很多很多的外境 心事是一个本体 一个本体当中能了知 很多很多的外境是合理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心事 可以能了知很多外境 当然我们从中观 或者一些因明的道理当中 不是实有的因果关系 显而无自信的 这样如梦如幻的概念当中 分别念不可能同时产生两种 而无分别念同时产生几种 因为它的本体 就像是一个水晶玻璃当中 它不同的外境 靠近它的时候 就是孟宝仁波切 《其他一面讲义》里面有 不同外境的一个玻璃水晶球 无方有不同的五种颜色的布 对着它的时候 里面显现五种颜色一样的 在我们五官不同的根 可以能取不同的境 但是实际上在内在的形式当中 都没有分开过 所以我们自从 下面也会说 自从不会有这样的 恒长唯一的过失 但是你们承认为 只要习气而产生 那么这样的因 也是不仅是对外面多种可以产生的 而且同一个世间当中 可以远去未来 过去 以及很多这样的形式 也应该产生 为什么呢 理由是相同的 如果在不同的世间当中 远去多种外境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同一个世间当中 远去过去 远去现后的很多事物的对境 有什么不可以呢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因为它是一个形式 一个形式的话 真正的自相的踏体度可以接受 有什么不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的了 如果对方说 这种认知对境的方法 并不是同一个世间 应该是按照次第而来 不是同一个世间 先后次第而去境的话 我们也可以回答说 如果你真的要承认一个这样的 依靠气息而产生的形式的话 那么次第而去境的这种说法 根本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应根本没有前和后的缘故 它的应唯一的 你们承认是一种整体的气息 那整体的气息 它并没有分前面后面 次第的并没有分 它永远都是一个整体 既然是一个整体的话 那么同一个世间当中 缘去不同的对境 唯有次第的 你次第缘去是根本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你的这个应是唯一的一个整体的气息 如果你的应是唯一的整体的一个气息 那么它所产生的果 全部都是当时同一个世间当中的果 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一样 我第一刹那间当中 我产生一种好的分别念 第二刹那间当中 我产生恶的分别念 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可以的 因为我每一个刹那形式的因是不同的 这样次第产生各种不同的心态 是合理的 而按照你们的话 可能只有一辈子能产生一种分别念 因为它的因只有一个气息 这种气息是不可分割的 不可分割的话 那么一个因只能产生一种心态 如果你说我今天欢喜心 有一种不同的一种气息来产生的 然后明天我不开心的状态 是另一种气息来产生的 后天我就比较不快乐 不痛苦的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心态 另一种气息的话 那就显然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因 应该是由多种因产生的 这样你前面自己说的观点 完全自己可以说是不共识破了 自己把自己的观点 完全已经推翻了 所以通过这种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其实因明当中应该有很多尖锐的道理 来对对方的观点进行分析 讲到这里 调整家中间 这种心态 讲到这里 我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